現在有什麼相關單位 你們兩位 縣令部跟總戰局 司令嘛 那政戰局是局長嘛 對不對 相關就這兩個嗎 還有誰相關 這件事情還有誰相關 那個安全隊不算嗎 軍法 安全隊有沒有人 安全隊 安全隊的角色是什麼 我們有保防安全處處長在 還有什麼處 安全處 保安嘛 保安也是嘛 大家都有責任嗎 都有牽連嗎 都跟這個案子有關 選擇都相關 都有關 那怎麼辦 全部調離限職這一排 因為張善政院長他是指主管嘛 相關嘛 剛剛已經都錄音出去了 這些都相關 部長口中親自說的都相關 我們看他們牽扯的這個情節的 沒有 那個張院長說 相關主管調離限職接受調查 所以 部長 你遇你的名單是誰 是不是主管還是棄居保帥的余文 不會不會 所以是主管對不對 對 那主管到什麼層級 就今天來列席的層級會不會辦 我們會針對政戰局跟憲民司令部來 不要閃避 你說yes or no 來 好 那就前兩位 政戰局跟司令 司令部跟政戰局兩位主管 也就是局長跟司令 這兩個會不會辦 會不會先調離限職 這兩個就是第一層嘛 後來保安才進來嘛 那這兩個 直接指揮跟直接相關 看誰直接指揮啦 有些只是說在一個是執行面 所以你是要找余文嗎 我沒有找余文 因為你不是找主管 他們都是主官主管 是啊 好 那你要辦到哪一層主管 你要辦到哪一層主管 第一個答應我一定是主管 而不是軍人 而不是基層好不好 主管而不是基層 不要犧牲基層 不要辦余文 然後不辦主管 這答不答應 我們會回去 還回去 你今天晚上就要完成行政程序 我們回去會召集我們的會議 我們有我們的程序 你連我不犧牲基層 你都說不出口 可以啊 我們當然不會犧牲基層嘛 你不會犧牲基層 這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好 那你要到哪一層的主管 敢不敢辦最高層主管 如果他有為師的話 我們按情節來檢討 這整個事情是重大為師啊 然後他們不需要負領導責任 他們不需要直接負責嗎 手邊有沒有人 其實只是調離限職 本席是認為應該停職待查 今天你們的長官院長 跟總統談完以後只是調離限職喔 連停職都沒有吧 這算不算停職 調離限職算不算停職 你們會怎麼處理 我們以往的案例我們都是調離限職 那算不算停職 調離限職 沒有停職嗎 因為他只是調離限有主管職嘛 連這樣你都下不了手 會啊 我們會 我已經跟委員講 我們會來做 第一層主管 下不下得了手 他情節有到這個程度 我們當然要做 整個情節非常重大 為什麼 因為事實最後證明烏龍辦案 確定了嘛 確定了嘛 他不是機密文件嘛 不是機密文件怎麼會有張勿罪 怎麼需要搜索 怎麼需要規避檢查系統 違法辦案 完全不需要 最後發現這一切竟然是一個烏龍 是烏龍耶 部長 你們比痘痘先生還不如耶 痘痘先生的過程整個是烏龍 所有有關他的電影 裡面的結局都充滿了人文 都充滿了悲悯跟價值 你們卻從過程是烏龍 從結局也是一個大烏龍 部長最後變成烏龍對不對 承不承認 因為文件審定的結果 連機密都不是啊 部長 情節重不重大 剛才委員講了說 這個影響到人民權益的東西 當然是我們要深刻檢討的了 來 那個法治 法治是不是次長負責 你們法務司還是誰 你們現場 現場最重要的法治主管是誰 兩點 第一點 有罪推定最後是烏龍 第二點 整個過程沒有正當法律程序 就這兩大重點 以你學法律出身情節重不重大 如果照委員所說的這樣的話 當然是情節會重大 事實是不是如我所說 委員因為我的了解 他們好像沒有違反 我已經告訴你 無罪推定 當然是有罪推定 因為最後是這個 你知不知道他已經講了這句話 不知道內容 不知道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就推定是張物 而且不知道他何時取得 就推定是十年內以張物的方式取得 這都是有罪推定啊 都是完全沒有證據法則 完全沒有市政的情況之下的有罪推定啊 然後就啟動無票搜索啊 這種事情你在這裡不敢講真話 部長 這件事情我難過我心痛 其實這個事情非常簡單 歷史學者告訴我 轉型正義白色恐怖相關歷史文件 史料庫最大中就是在軍方 目前公告的跟掌握在軍中 而是黑箱未公告的 相較差不多只是1比9 絕大多數轉型正義的主要的史料在軍方 可是你們有做了一些 但是零零散散 毫不完整 甚至於連目錄應該如何移交 主動被動移交之中都不完整 最嚴重的是從1992年以後 我們開始精實精進方案 很多機關整病的過程大量燒毀檔案 檔案譬如說以三軍大學 他要整病各國防大學來講 國防大學整病各三軍大學來講 燒了好幾天 就在這整個精實過程 組織裁病檔案沒有好好管理 銷毀很多移交混亂的時候 造成很多檔案流失到民間 這成為歷史學者晚近以來 在中古書籍的收購上面最重要的來源 就這麼簡單一件事情 你們今天弄烏龍辦案 造成白色恐怖 哪有那麼複雜 就是流失民間成為私人財產 最後證明根本不是機密文件 時間要解密 可是這些東西如何珍貴 主席對不起一分鐘 我舉一個例子 他對於我們轉型正義的真相了解 是多麼重要 本席手中的這個案例 有一個人姓黃 他在自白運動之中 他檢舉一個姓劉的同僚 而這個姓劉的同僚 是他的高中同學 民國39年的時候 他們在戰亂之中 姓黃的聽姓劉的高中同學 曾經無意間跟他講過一件事 說我看到報道 我的姓姓在上海好像當匪幹 一句話 民國51年的白色恐怖 他們在求生存的過程之中 他檢舉這個同僚 所以你看 民國51年 逼迫 逼迫 逼迫一個人 要檢舉他的同僚 而那個同僚是他的高中同學 而檢舉的內容 民國51年 檢舉的內容 是民國39年的時候 那個同學講的一句話 他姐姐可能是肥幹 然後他開始有罪推定 推定說可能因此 導致我這個姓劉的同僚 偶有思想偏差 這是一個大實在當中 如何悲慘的故事 這是一個我們研究 在中國大陸面對真相的時候 讓整個社會震撼驚心 跟沉痛反省的時候 多麼重要的歷史文件 多麼重要的史料 這是從中國大陸 誰領袖來台的軍官 他們必須互相檢舉 他自己的同僚是匪諜 另外一個案件 是台灣的子弟 我們高雄長明街的子弟 去當兵 他必須證明 我過去曾經是台獨 請你 可是我已經悔悟 請你給我赦免 這些全部 這種文件 哪裡涉及國家安全 哪裡涉及國防安全 它涉及的是什麼 是轉型正義最重要的基礎 揭露史料 轉型正義的基礎 揭露史料 了解真相 平反正義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轉型正義是什麼 它是一個空洞的符號 如果有這些東西 轉型正義會觸動所有的人 支持我們要走轉型正義這條路 因為大時代有這麼悲慘的過程 有這麼震撼人心 這麼讓我們難過 讓我們悲悯之心 游然而生的大時代的悲慘故事 一個又一個 就是這些文件珍貴之處 你們今天把它當作烏龍辦案 比那個電影的情節還要戲劇化 約到捷運站 叫到車上 寫同意書 問題是搜索回來 你們看你們的第三頁 你們也沒有按照國家法律的規定 搜索完 取得證物完 偵訊完 立刻趕快移交給檢方 也沒有依規定 三天之內移交給檢方 你們竟然開始走行政程序 所以你們今天第三頁竟然跟我講 你們是在進行行政調查 你到底是在進行犯罪徵訪 還是在進行行政調查 今天拿到立法院來的報告 還說你進行行政調查 還真的在搞行政 還真的趕快開始去走行政程序 都忘了檢察官的存在 你搜索票可以說我不找檢察官 我找他自己寫 我偵訊完畢 我總要移交給檢察官 總不能就在我的手中吃案吧 你們先烏龍辦案 然後想要吃掉這個案 結果揭露了以後 整體變成是一個大烏龍 如果這個社會沒有被揭露 如果這件事情沒有被揭露 你們會讓檢察單位進場嗎 部長 我對我們的國軍的良心 還帶著期待 真正的良心 我一定是在這裡要講真話 不要再包庇 不要在知法犯法之後 還不願意講真話 不願意讓社會大眾知道 你反省到什麼 不願意讓社會大眾知道說 你們放心 這種事情絕對不會再發生 而那個是經過你們徹底的反省 讓我們才能真正的放心 你們今天都只是口頭告訴我們說 你們會放心 可是你們的所有的語言都還在 還在知法犯法之下的辯護 我無法接受 所以最後只剩下一件事 就是你的調離限職的處置 跟你的懲處 是不是能夠讓我們看到你們真正的反省跟責任 謝謝管委員 謝謝管委員